市長 剛剛國民黨團給你簽了一份有關於拒絕萊豬的這個簽署 那針對堅持領檢出 落實實安自治條例 還有溯源管理這個部分 你打勾了 是不是表示台北市政府在你領導之下 會堅決落實這幾項政策 第一個齁 實安自治條例如果是議會通過的 市政府有義務要執行 所以將來如果修法加入法則你也會落實 這個是這樣啦齁 就行政跟立法嘛 議會通過的法令市政府有義務要執行 這沒問題 不過是這樣啦 我也知道中央一定會跟我們出招 它會中央法跟地方法 那你是聽中央還是聽議會的 這個是這樣啦齁 其實我們在做法務局的研究 這個大概會釋憲 釋憲 那在釋憲結果出來之前你要怎麼處理 按照實安條例的立法內容去落實吧 不過是這樣啦齁 一般來講齁 這個我們再研究看看齁 在釋憲過程當中 到底是要 要怎麼遵守 這釋憲顯然不可能在明年1月1號進來之前得到結果嗎 這個老實講齁齁 我後來發現中央早就有預謀了 他已經把那個萊克多巴胺不在此線了 他在農委會 可是後來農委會在那個公告之後 又講了還是不允許我們的農民來使用萊克多巴胺 所以這個就矛盾 因為他不給他許可字號啊 所以他矛盾你知道 進口租可以用瘦肉精 本國租不可以 對 這種兩者策略 那你作為地方首長 坦白講這不是台北市的問題啊 總統府也在台北市啊 這我就覺得 這我也覺得這政策很矛盾 進口租可以 所以市長 國產租不可以 無法理解 在8月底有一份國政調查 針對主要幾個政治人物 包括你在內做了一個民調 你是台灣民眾認為信任度最低 不信任度最高的首長 我是不太相信的 你不太相信喔 我舉兩個例子 像剛剛這樣的一個政策 你表面上勾了說 我要落實議會通過的法令 可是對於中央的兩手策略 甚至你要說視線來解決 那到底到底台北市政府採取什麼態度 當明年預約號 萊豬進來之後 市政府態度是什麼 坦白講我看起來是磨人兩可 沒有 這個是這樣啦 還是要務實的處理啦 因為這個還承受到 中央跟地方的這種 權力的問題 不過是這樣啦 今天那個黃珊珊 也有當面跟陳時中要求說 你要源頭管理 我們才有辦法溯源跟標示 我想是這樣啦 中央還是會 要很慎重思考台北市政府的建議 源頭管理不做 地方政府沒有辦法追蹤跟溯源 那如果他就鐵了心不做 那你怎麼辦 他如果源頭管理就鐵了心不做 你怎麼辦 我跟你講喔 這個就是民進黨要去思考 如果你硬幹的話 這個會激起民躍 所以你會站在什麼立場 站在民眾健康的立場 我們作為一個科學家 你知道嗎 我們還是有理智思考 就是非對錯 我們自己是會有一把尺 市長我希望你能夠堅持 一方面尊重議會的決議 跟食安條例的內容 二方面為市民的健康把關 這兩個最重要的原則 你作為市長不可禍望 第二個 我剛剛講信任不信任這個問題 你說你不以為來 這兩天有個新聞 你到目前為止五年多的任期裡面 有四十一個離職的首長 這個這個 他們有一個OB會 你知道嗎 這個台北市政府的退服會 沒有這個是這樣 我只是那一次沒有去吃而已 他們有時候退他們在吃飯 所以你之前都有去吃 沒有 我的 你去吃過幾次 很少啦 對啊 市長 我參與政治超過二十年喔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首長 在還沒卸任之前 離職的團隊 陣容之堅強 堪比現任團隊 第一個有三個副市長 一個秘書長 連我們藍局長也去參加了 那你不在的時候坦白講 他們談論的主題都是你為主 沒有啦 一般員工在吃飯 一邊在幹狗 這個首長很常見啊 這個我也覺得很常見 市長 這四十一個離職首長 有多少人是韓恨離開的 甚至你揶揄人家 我說句實在話 我給你舉個例子喔 你就懂了 韓國瑜即便在高雄被罷免 他跟他的市府團隊 常常聚會 沒有人會聚會不邀請韓國瑜 也沒有人會在背後講韓國瑜閒話 這就是你跟他的不一樣 第二個 我再舉個例子喔 最近你跟卡神楊慧如槓上 我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喔 楊慧如的很多作為我非常不認同 甚至譴責他 特別在網路做的一些作為 可是到2014年大選的過程當中 到底他有沒有幫你辦活動 你有沒有拿人家的發票 甚至這些紀念品 是不是還在府內 卻沒有付人家錢這件事情 你不能說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 然後你只嗆他說 我嗆你不敢出來跟我對職 這什麼邏輯啊 市長 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這個楊慧如你有助理 那個報告議員 社會局的同仁依法行政 依採購法的精神 我只問你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 楊慧如有沒有在2014年選舉過 那時候幫你辦活動 你有沒有拿人家的發票沒付人家錢 每一份都是經過採購法跟議員報告 我們的同仁不可能去幹這種蠢事 市長 市長 每一份都是付過錢的 市長 那我再跟你報個料 有一個你重要的支持者 也是你的粉絲團 一個重要的一個服選幹部 家長會長出身的姓謝 我相信應該很熟悉 在去年大選期間 用民進民眾黨的名義 號稱你要提名他當不分區立委 跟民間重要的友人 我也認識你也認識的人 前前後後總共借了550萬 一下說他要被提名不分區 一下說要幫友人爭取不分區 然後一下說你要委託他做民眾黨的競選小物 然後盈餘的部分讓他獲取 到目前為止沒有還人家錢 被人家告到法庭上去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不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 我講誰你知道吧 知道 你知道他在外面用民眾黨的名義 跟人家拿了多少錢 這我不知道 這你不知道 他現在還在你身邊吧 沒有 你很多中央活動他還在現場吧 特別是在外縣市的時候 他如影神奇的跟著你 市長 我只想提醒你 我知道 你剛才講信任度不信任度 你不相信那個民調 我告訴你 人家之前指引你 黨務機關寄生上流寄生立法院 你不要在市政上面甲東寄師 不會 圖立自己的樁腳 不會 我提供這件事情 讓你去做了解 好 他搬出你幫助蔡壁爐 去跟人家額詐很多錢 到現在被告上法院去了 所以我說這個信任度 不信任度 他是其來有志 自己要小心為之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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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